或者是什么乐透彩啊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你想要Google那个关键字啊 什么什么大乐透的历史啊 或什么的好像这边都有吧 你可以这边有那个开奖 历年来的开奖号码 其实都有 但如果说你可以再跟利用 也许CLVB或者其他 其他方式啦 刚刚同学也对R语也蛮兴趣的 其实也可以类似 反正最重要是把它怎么样抓下来 储存在一个地方 再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得到一个最后你要的结果 那这个方法你说用哪个语言 其实我觉得都OK啦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熟悉 而且花最少时间可以完成 那我是觉得啦 Excel VBA的优势就是在于 它非常的容易上手 而且它本身储存资料 就可以直接存在Excel Excel本身其实你就可以把它拿来当资料 使用 然后交换资料也没问题 因为你如果今天给人家一个档案是一个Excel 我想应该大部分都可以接受的 好 那还有图表 它等等它工具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缺点就是说它不是免费软体 它是必须要付费啦 不过现在好像电脑里面装Excel 应该不是什么太特别的 反而装个SS 装个资料库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那R语言的话它要额外安装 网络上早都有啦 很容易下载 但是它的界面非常的阳春 而且相关的资源 相关的开发的方式 都必须要是属于高阶的人才有办法升任的 如果你对于这基本东西还不熟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进阶的 慢慢的按部就班的 如果你这VBA已经没办法符合你的工作需要的话 你可以再去学啦 如果你这东西都还没有完全能够了解上手的话 我觉得你暂时可以先hold住一下 不然的话很多人我记得很久以前什么Java 很夯夯的时候一堆人学 学了半天后来退场的也很多啦 因为实在是太难了 对一般来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历史资料 第一个当然如何把它一键完成 一键的下载啦 其实你会发现它有个重点 它这边Page上面有参数 Page1 有没有 那这边Page2 所以这边其实它可以藉由一个变数 就可以怎么样 把所有的资料通通登录到 你的那个Local端 就是你的Exale 可以放哪里呢 Exale的优势 直接把这些资料 全部都下载到Exale OK 那这些我想 未来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做 这绝对没有问题的 可以把它批示下载下来 所以怎么样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 它里面的格式就是会有这些啦 总共7个号码 我不知道这个大乐透跟乐透彩是不是 因为我后来找一下乐透彩 好像没找到 是不是就改成乐透彩这样 因为它号码 乐透彩只有42个号码 可是大乐透有49个号码 那它总共有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那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做处理 这个部分的话网络上都有 那我们回到我们这题目 那再来如果说你已经把资料 已经通通单落下来 那我怎么样可以去快速的统计 分析出一个结果 这个几率 101年的几率告诉我 那其实我们需要的 需要统计的范围就是从 开奖号码6个再加一个特别号 那总共有几期呢 总共有 这个是第一期 这101年的第一期 到Ctrl向下 到100 一列也刚好扣掉那个 刚好就是99 也是7个号码 所以总共的话就是 7乘上99 总共会开这么多号码 那这么多号码里面的话 有几个号码 是我们要的 什么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那个1号到底出现过几次 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只是很简单的 我想要知道 这么多号码里面 1号出现过几次 请你告诉我 那可以用哪个函数 就可以轻易的解决呢 其实好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切到统计分析 如果只是想要知道次数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插入函数里面 去找到这边有个叫统计 的相关函数 那其实以Sale 我觉得它好用 方便的地方就是说 它会告诉你底下 这个函数 它主要需要哪些参数 传回什么东西给你 其实有时候 即便你完全没用过这个函数 你大概看一下 也大概 基本上 就知道怎么去应用了 那其中有一个函数 比较常用 Kont开头的 Kont Kont 这边的话呢 从Kont开始 这几个其实都还蛮常用到的 包含就是说 Kont 然后你给什么 给Value 这个Value就是储存格里面的值 然后呢 计算某个范围 你可以给一个范围 包含数字的储存格数目 也就是说 如果你给它一个范围 它就告诉你 里面有数字的哦 有几个 前面好像都是数字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用Kont 可以算出里面有几个 Kont A的话 跟Kont 最大不同是 计算范围中 非空白储存格的数目 那也就上面是算数字 下面是 只要有东西 我就算有一个 所以Kont跟Kont A 有时候不太一样 注意一下 Kont Blank 这个范围里面 有多少个是 没有资料的 你给它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那我们会用到的就是这个 Kont If 其实用Kont If 几率还蛮大 而且我觉得还蛮喜欢用这个函数的 因为它很方便使用 那重点就是说 你需要给它什么呢 底下这边有个 Kont If 刮5后面就是你要给它的 请你给我一个范围 逗点 后面有个criteria 就是 给我一个什么 条件 这个条件是什么 等于1的话 1在前面 所以也就是说 你这个range 就指向前面 这个我们开讲出来的号码 后面呢 给它一个criteria 就是号码等于1 就是指向A2的储存格 它就可以告诉你 在那个范围里面 1出现过几次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来做 不过特别注意 按确定之后 它会给你要一个range 那以往的做法是这样的 点前面 这个工作表 再点这边 去选取 你要的范围 不过 你会发现 它这个选取 有的时候会过头 有的时候要拉回来 拉来拉去 我比较不建议 这边 再切回来 输入一个1 我比较不建议 你用这上面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也OK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你经常要选取 而且 如果工作名称改变的话 那就会产生 闪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比较建议你 以后 如果你是要指定 某一个范围的话 我比较建议各位 可以学习一种方法 叫定义名称 就是把那个范围 给它一个名称 以后配合F3 去指向那个名称 这个比较像 以前的关联式 资料库的用法 就是有点像 我关联到那边去就好了 给一个名称 你也比较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边先取消一下 那我们该怎么 先给一个名称 给一个范围 比如说我先把 开讲号码到特别号 I shift 在Ctrl shift向下 把它选起来就对了 先把这个范围先选起来 选好之后的话呢 请你在这个名称方块 特别注意 把这个范围 变成一个名称 OK 那名称输入到哪里 请注意 输入到这个名称方块里面 或者你到公式里面 也可以有定义名称 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好用 值得学 那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 然后把 这个名称给什么 比如说 给叫做开讲101好了 记得不要用数字开头 因为我之前打101不行 他不接受用那个数字开头 所以叫做开讲 假设我今天101 好 那最后记得 把它按个Enter 我先把这边复制一下 Enter一下 以后呢 开讲101 就是这个范围 那一样的方法 切到那个 这个部分 就是102年 因为做的事情一样 请你在开讲102 也就是我先定义好两个范围 再切到统计分析里面 一样插入那个 这个统计里面的 Count if函数 这边的话呢 我们找到那个 Count if函数 按确定 然后Range的话 记得 定义名称配合F3 F3 出来了 有没有 那以后呢 它就会有个清单 反正呢 你先把那个 该定义好了 定义好了 以后按F3 它就跳出来了 这个方式跟资料库的存取很像 而且 比较不用像 每次 就是还要在那边找 找那个范围 而且很容易出错 我觉得这个方案是比较 比较理想的 那记得要配合F3 它才会出来 OK 按确定 然后呢 找哪一个 Critelial 1 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边的话呢 它会出现 应该是格式 把格式改回来 可能里面 我看一下 这边有个制定 把它改为通用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什么 17次 当然呢 其他号码呢 几次 应该都可以出现 然后呢 如果要出 那个102年的部分呢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嘛 你可以把这个Ctrl C 然后呢 这边Ctrl V 改一个什么 102 公式一样嘛 位置一样嘛 这边改成2不就好了 102年打勾 里面 格式的关系 按右键 出现格式 这里面 可能它有制定了 把它改回通用 按确定 记得哦 再打勾一下 是不是有多一个什么 这边是不是有空白 还是什么 OK 好 那这就可以统计出 次数了 但是呢 我们这边最后 其实不是要个次数 是要几率 所以几率的话呢 变成怎么样 你要把它开出的总数 对不对 再除以什么呢 除以它前面总共开 有几个号码 所以总共有几个号码 我们可以用Ctrl A Ctrl就可以了 用Ctrl 所以你可以把前面的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呢 贴到后面去 把Ctrl一幅拿掉 Ctrl Ctrl什么呢 给它一个范围 后面不用Ctrl 就是给一个范围就可以了 就是你帮我算一下哦 总共101年总共开出几个号码 把它按打勾 它就会告诉你它的几率了 几率是0.024 0245 那如果说我希望呢 用百分比来 这好像不好 就是如果说我现在万分之多少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按右键 除了格式 最后你可以用什么 制定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显示的是 1的话 你前面如果我不管有几个 就是用这种万用字元 一个问号 总共假设我是万分之多少 你可以先输入 五个问号 空一格斜线 就是后面加一个一万 万分之多少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告诉你 本来是这样的 有没有 0.0 这样好像不好理解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把它改成 类似像这样子 放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记得用制定哦 自定一下格式 那它就会显示出我要的结果 就是万分之 245了 OK按确定 然后呢 把它向下填满 完成了 那你想说隔壁的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嘛 隔壁的 你就是直接 再把这个公式 Ctrl C 取消一下 再到这边呢 Ctrl V 把这个1改成2 所以以后 这也是一个诀窍啦 如果你有很多的名称 定义一下 你改一下 马上OK了 打勾 那如果说它的格式 你可以用什么 复制格式 然后点一下 然后再把它点两下 再把两个几率 等于 第一个 加 第二个 打勾 几率就出来了 点两下 那排名的话 可以叫什么 Rank嘛 不过在2010以后的话 在好像统计里面吧 统计里面R开头了 Rank 它有两个啦 不过这边的话 有好像 如果相同的话 怎么去排 我们用Rank EQ好了 里面有解释 按确定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的几率 在哪个范围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话 把它选起来 那这个 记得把它按F4 把它锁起来 这个范围 当然你这个 Rank这个范围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名称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 就会是一个排名了 OK 那底下的话 就出现了 很快的 我们可以把 我们需要的几率 跟那个 我们的排名做出来 但是 这个好像还没完成 我们后面还需要怎么样 需要 如果 等一下 去买个那个 大乐透或乐透彩 那我需要 需要知道 前七个 因为 签的话 需要七个号码 告诉我 那个前七个号码 是哪几个号码 几率最高 那请你把 前七个号码 放到这边来 还有颜色 帮我标一下 该怎么做 那等一下 再跟各位说明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 如果那个画面 上面的东西 你来不及记的话 没关系 请慢慢习惯 那个云端上面 这个 云端上面 这边都有 记得 右上角有个弹出视窗 第一个 这边就有 那不过 我这边是用 定义 定义名称 跟这个是一样的 两个方法 然后 这边都有公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相关的完成 刚刚如果 你那个画面 来不及记的话 也可以到 那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 我都把 那个 刚刚我做的 所有过程的 用到的函数 也把它放在上面